你有沒有下載Python 那怎麼下載很簡單 Google有沒有 這個Python你就把它貼上 搜尋一下 就會找到什麼 Welcome to Python 有沒有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點擊 之後的話這邊有個download 請你download那個 3.6最新的版本 當然也有2.7的啦 不過他是相容於以前的東西 不過目前還是比較建議用3.6 因為慢慢還是會 用心的 舊的反而可能慢慢就沒有 那因為他是要為了以前 這個因為他發展很久了 所以有一些舊的東西 有了舊的一些 外掛跟模組 需要用到舊版 所以他也把它放在那 那我們就下載這個 那下載之後的話你把它解壓縮到低疊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會還原 那他這個 上個禮拜是把它下載解壓縮之後 你可以 先確認一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的低疊底下 有沒有一個叫Python 有沒有 36這個 這個東西 OK 所以你可能要先確認你有沒有 有 你才可以開始做 這個 後面的步驟 1有沒有 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第2步驟 但是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 討厭的地方就是他應該要把它裝起來 然後 因為如果你這個地方 沒有他這邊沒有一個Python 當然 未來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重新安裝 因為我們如果有裝Eclipse的話 直接用Eclipse開發 這個就可以不用再裝了 那 如果說沒有啦 那你就再把它 一樣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做download download之後的話呢 他大概20幾MB 你就把它下載之後安裝 那我是建議啊 比較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你裝的位置 他預設會在C疊 底下的什麼user 就是你的使用者的什麼什麼地方 那我 我建議一定要改 一定不要放那裡 為什麼要放那裡 將來一定找不到 好那 建議是放在D疊底下 跟目錄啊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位置 那這第一步啊 所以你等一下 等於是我們把那個 重點的部分 再再回 這個地方畫面這邊都有 你測試的部分 因為上禮拜有測試過啦 所以我們大概就 先跳過 那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 他給我們的環境是非常陽春的 就有點像文字模式 在裡面其實沒辦法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整合型的 這個開發環境 有點像那個VBA啦 那ECLVBA是打開就有了 很方便 但是 Python沒有怎麼辦 我剛剛講過 因為微軟他是商用的 商用的就是有點像你去餐廳 服務生來給你倒水 然後給你menu 然後你點什麼他就通通都ok了對不對 你會覺得好像感覺 很enjoy 但是你這個service是要費用的 所以大部分餐廳都會收 10%的那個服務費 OK 那可是你現在用這個東西 你要有心理 他是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是齁 有點像自助餐啦 不過可能比自助餐更便宜啊 因為他沒有收你半毛錢嘛 所以他叫自由軟體 OK 自由軟體沒有收你錢嘛 所以怎麼辦 你變成你要自助 就沒有人跟你service 如果呢 你要找人家幫你service的話 你要付那個人費用 比如說你可以找我 好你要但是前提是你要service喔 對不對你要service 在台灣很奇怪 以前叫 日本話叫日本話叫什麼 叫service是不是 service什麼意思 好像是免費奉送是不是 什麼 所以我們一直有關鍵說service就是 不用錢 可是service在 西方人 是要錢的 他們會覺得說 你只要找我做事情 只要是付出你的腦力 那我應該要付你的費用 這應該合理啦 OK 可是我發現很多企業都沒這個概念 常常要找你去 比如說找你去諮詢 找你去顧問 講半天最後發現好像沒有酬勞了 那 找我 我覺得好像 有點 那個 不過有一些還蠻上 上道的沒有 就真的會付付費用 直接跟你講說老師 我直接開個支票給你 你要多少錢 對他 那慢慢的 我覺得台灣慢慢會 有這樣概念 也就是說 其實將來你們學完這東西 如果你真的想創業 其實是有空間的 而且空間還蠻大的 因為很多公司需要這樣的技術 但是他沒有能力 那怎麼辦呢 需要有人去幫他們做 那誰會去幫他們做呢 對不對 裡面的如果是 因為台灣還是中小企業啦 他可能付不了太多錢 所以好像 其實我之前有學生是自己開工作室 然後幫忙做一些事情 其實也很多空間啦 那這服務當然不一定只是一定要真的到他們公司 也許你可以線上 可以提供一些什麼資源給他 然後教他怎麼做也許就OK了 那我們上禮拜就是把這個Eclipse下載 那記得 在Eclipse 你就也是一樣 打那個Eclipse的關鍵字 這個 所以這個Eclipse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你就到那個Eclipse的官網 有沒有 搜尋一下 這Eclipse呢 他就是一個整合型的開發環境 那這個Eclipse 中文翻譯成什麼呢 你看過這個單字嗎 好像叫日時吧 是不是 如果你去翻譯一下 那 這個 這個 軟體其實他不是只有 只能開發那個Python 他可以開發Java 可以開發PHP 可以開發JSP 還可以開發反正 C++ 這些都可以 那也就這個平台 其實相當的成熟 而且用途非常廣泛 不是只有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如果使用這個之後 延伸性還蠻大的 我是建議啦 如果已經跳進來的話 那你就乾脆就是 就是一直學下去就對了 我想未來 台灣 以工業4.0的內容來看 需求人力最大的 還是 城市設計方面的 相關工作 而且是跨領域的人才需求 也就是說不是只是單單他只需要coding 他可能還需要其他的know how 做一個 跨領域的整合 那這方面人才需求是相當的大 當然有沒有這種人才呢 比如說你又懂 金融然後你又城市設計能力相當強 那這種人 對不對 應該目前是屈指可數啦 不過 這些人 當然 以目前的環境來看應該發展的都相當好 跨領域的人才需求 那因為這樣關係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大學 已經都把 城市設計列為必修的 你如果畢業沒有通過你還 而且是非本科系喔 也要全校性的 哪些學校呢 像台大 好像原製 像台科大等等的很多學校都已經這樣做了 那中學 107年課綱已經把城市設計列為 中學生必修課程 也就以後喔 那個中學生會寫城市應該也不是什麼 不過他們要學什麼比較OK呢 現在好像 大部分很多學生還是乾脆就教他們Python 對不對 那也OK啊 以後 可以做很多事情啦 除了大學分析之外 像 像科學的分析 影像辨識 甚至是 機器學習 像很多 機器人嘛 那背後還是需要有人去 把那個城市寫 不然機器人 他不是憑空就變出來的喔 要有人去把他設計出來的 那誰要去做 用什麼語言做 最簡單 用Python OK所以你會發現這市場喔 應該可以看起來他的願景 所以你投入時間啦 我覺得應該投資報酬率相當的高 比你 那個學其他的那應該下載哪一個呢 下載這一個 為什麼下載這一個呢 因為他檔案最小 當然你下載其他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他檔案比較大 我們用不到 會浪費空間 所以你可以選這一個 網路上有畫面啦 另外的話應該選 32還是64呢 其實我們上禮拜是32啦 不過你用64也OK啦 為什麼 但是前提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64的話 你的Python 剛剛是32 我們下載是預設32 你要去找那個64的版本 兩邊是要一樣的版本喔 如果兩邊版本不同 他會抓不到 另外的話呢 這個Eclipse 他執行的時候需要Java 的那個ROM的環境 所以之前同學電腦裡面本身沒有裝那個Java的執行環境 也會ROM不起來 這個環境的話當然我有 你當然也可以到Java的官方網站去抓 或者你可以到那個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 安裝環境 不是雲端白板 安裝環境裡面 也會看到有一個這個JDK啦 這個如果你 那個 執行Eclipse的時候 跳出來 跟你講什麼什麼JDK 或者JRE沒裝 那你就記得把這個下載 安裝起來 他就可以ROM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下載 然後呢 再來 因為這個環境本身本來不是給那個 Python用的所以我們需要安裝一個外掛 所以在這邊有一個什麼Help 有一個Install New Software 你把它點下去 這邊的Add按下去 把底下這個網址 貼到這邊啦 當然理論上是Location貼就好 Name我不知道填什麼 反正我就順便兩個一起貼 貼完按OK就好了 至於Name要 改別的也沒關係 只是我覺得 反正就方便喔就貼 OK 那貼完之後他會跳出那個讓你打勾的 你就打勾 按OK 下一步 然後同意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做一些外掛 這個外掛就是 這個動作主要是讓 本來只能開發Java的 這個環境 變成可以開發Python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再告訴他說你的Python 放哪裡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下載一個Python 放在低碟的那個Python36 然後那個一個 一個1-32 對不對 你要告訴他 所以呢這邊的話有一個這個 設定 在Windows裡面 有一個這個 這個設定 然後你按下他之後的話呢 你就記得 點擊這個 Browse一下 告訴他說 我是放在低碟底下的什麼什麼 路 然後他主要是要你提供哪一個呢 提供 這個啦 告訴他那個Python的執行檔 所以你就把他選起來 選他 這樣子 按OK 他就幫你把所有東西都倒進來 那這樣子 就完成 上個禮拜 所以上禮拜 我們大概就講到這裡 應該 有印象 OK 所以呢 如果你有些地方還沒準備好的話 那就先試試看吧 然後有些細節也許再會再 參考一下雲端這個 這個位置 那待會我們再接著來看 所以如果你已經 Ready的同學 其實就是直接 我上禮拜的那個Eclipse 在 在這邊 Eclipse 我把它解出來 那就把它執行起來 就可以開始 我們今天就可以開始寫一點東西了 在這裡 然後 執行 打開來 然後 第一步當然他會問你說你的將來的專案要放哪裡 那我上禮拜有特別強調就是那個叫Workspace 你就把它放在D點 一樣 進來預設在C點 如果你那個 Workspace沒選到了 選到C點 你現在是來 你這個禮拜做的事情就徒勞無功了 OK 那我把畫面呢 有沒有這個Workspace 按Lunch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就可以開始工作 因為上禮拜有同學已經先做好了 只是說我們還沒開始 所以他 不知道要做什麼 今天的話我們就是把環境先準備好 那就可以開始做一點事情 好 好 好